今天來到4點鐘 歡迎加入今天的新聞大白話 接下來我們要討論到的 就是新創世代了 全球的疫情沒有停歇 而且股市上衝下洗 在這個整個不安定的年代裡頭 到底要怎麼抓住財富增值 而且股權增值的大好機會呢 而且在這個新創世代裡頭 年輕人又要怎麼樣來投入 在今天我們邀請到了 呼籲台灣要當獨角獸醫生的 金庫資本管理合同人 暨總經理丁學文 丁總經理你好 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午安 還有擁有10年以上新創科技 還有電子商務創業經營經驗的 創業蝦兄弟共同創辦人 也是現任的松果購物董事長 郭家綺 郭董事長你好 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在今天有兩位專家的分享 我們就要帶大家來說大白話 怎麼分享這些創業者 還有創投者的寶貴經驗跟看法 所以在今天這個一個小時 我們帶給大家滿滿的 有含金量的知識了 首先我們先來關心到 其實很多人說到創投 一定都會提到這個字眼 就是獨角獸了 但是我們來看到在今年的整個 在2019年這個獨角獸的分布 包括是在美國有203千 大陸有206千 全球494千來說 其實美中大致上就佔了8成之多 但是在今年 其實有個非常... 在去年有一個非常特殊的情況 是大陸首度超越了美國 所以我現在想要請來請教一下 丁總 其實你在對岸 其實觀察了這麼久 觀察了14年 你看到大陸超越美國 這代表是一個什麼樣的跡象 還有它的環境 有什麼樣的變革嗎 對 我覺得這個題目非常有趣 剛好最近我看到一個數據 就上次我們在節目中談過特斯拉 特斯拉現在的叫做本益比 是1200倍 另外還有一家公司叫 Rossvagan福斯 他也推出電動車 他的本益比到現在不到10倍 然後上次我們也談過 其實現在所有投資人 不在乎你過去有什麼 在乎的是你未來有沒有夢想 他更害怕是你未來不清不楚 回到剛才主持人說的 我覺得獨角獸 我們要回到一個基本 什麼叫獨角獸 獨角獸通常就是說 他成因的時間不是太長 他在顛覆過去的商業模式 可是他的估值很高 而這個估值很大部分 是來自未來的故事 我覺得其實中國大陸 在過去30年改革開放 他整個發展過程裡面 大家有目共睹 我曾經聽過一個笑話 就是說有10個經濟學家在一起 20年前你問他 中國會不會崩潰 他說一定會崩潰 10年前你問他 中國有沒有泡沫會不會崩潰 他說中國好像有泡沫 應該會崩潰 最近幾年你問他 他說中國有泡沫 但可能不會崩潰 所以中國過去30年的改革開放 讓很多人對他想像空間很大 所以回到這一點 我覺得獨角獸最重要是 你能不能給人家夢想 而且有可能實現 所以中國大陸在過去30年 確實是全世界的一個經濟奇蹟 所以他的獨角獸成長很快 理所當然 美國他因為有 矽谷 加上他資本市場本來就很發達的 第二個又因為他的經濟體 是全世界最大的 所以他的獨角獸很多也make sense 可是我想 其實主持人還有提到很多 其實有很多的國家 在這段時間也出現了獨角獸 所以我覺得其實 並不是一定要大的經濟體 或者你必須是有夢 或者中國的經濟奇蹟 才有可能成為獨角獸 我覺得獨角獸還是來自於 你會不會說故事 對 會不會說故事 所以這件事當然是非常重要 好 那如果我們來對比說 整個大陸的環境 或是跟台灣的環境 我們來做對比的話 其實台路之間又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我覺得其實還是來自於 年輕人的心態 如果兩年半前主持人問我 我不敢回答 但是因為這兩年半前 我比較花精力去了解一下 台灣年輕人的心態 待會郭董可能也可以補充 我在台灣就會看到一些 很特別的事情 譬如說我在大陸 投資很多項目的時候 很多年輕人 他會敢跟我們對比 他說我將來一定可以做到 什麼... 但是你一定要給我什麼... 做不到我就可以放棄一切 包括我給你看 我的房子已經抵押了 我什麼已經弄了 台灣我們碰過幾個很特別的例子 我舉一個例子 我們曾經看過一個案子 幾乎TS已經給他了 然後也準備要簽約投資了 他突然晚上半夜打電話給我說 我爸爸聽說你們要投資了 我爸爸說他要先投 他投完之後再溢價讓你們投 這是台灣我碰到第一個案子 第二個案子更特別 他的股東裡面有所謂的金融機構 他跟我說其實我們不差錢 我有個副爸爸 金融機構會一直支持我 但他要求我 不管我的公司做得怎麼樣 在台灣每一季能保持小賺 就OK了 夢不要做太大 免得公司到時候實現不了 血本無歸 這是第二個我聽到的 第三個我還聽到更特別的是 有一些青創企業 他跟我說他最大的理想是 在台灣得獎 然後政府會給他補助 我這一季過完 下一季再說 所以我講這三個例子的主軸 其實我覺得台灣很多的年輕人 他想創業 可是他忘記了創業 一定是創業維艱 你不願意付出 其實很難有收穫 所以小確信到底對創業 是好還是不好 這可能等一下請郭董補充 對 這所謂這個小確信 是不是其實也跟大陸的 所謂很多 我們常常聽到所謂的狼性 是有關係的 其實講到狼性 剛才在來了 路上在電梯裡面 我剛好跟製作人談到這個 我不知道主持人知不知道 我曾有一個警察朋友 我問他說 為什麼警犬都是用狼犬 那個警察跟我說 你不知道嗎 所有的狗 牠要咬你的時候 你只要假裝撿石頭砸牠 牠都會跑走 狼犬 你拿石頭砸牠會咬你 所以我覺得狼 基本上就是牠不怕咬 不怕廝殺 牠覺得反正咬下來 我存下來我就有機會 可是跟狗有什麼不一樣 狗是牠會虛張聲勢 但你真的要跟牠打架的時候 牠會跑尿 把Q回去了 對 但是我覺得狼也不是完全好 因為太野 狗也不是太好 太principal 我覺得全世界最棒的 應該還是警察最愛用的狼犬 對 就是有這個狼的性格 其實才有辦法說 在所謂的創業圍巾的環境之下 先取得先機 再來我想要請教郭董說 郭董之前在美國的雅虎有工作 然後回來台灣 剛剛我們來看到 是台灣跟大陸的比較 如果從美國跟台灣的比較 這是又有什麼樣的差異嗎 我在2007年回來台灣開始創業 而且一開始真的是 我覺得還滿慘的 就是要人沒人 要錢沒錢 還有一個就是心態的問題 我覺得你在美國的話 大家比較勇敢 比較鼓勵你去冒險創業 所以你失敗了沒關係 倒下去再站起來就好 但是台灣比較不是 台灣倒下去 你好像會被貼一個標籤 就是失敗 就是會被笑這樣子 對 你好像回不來了 對 所以我覺得在當時 創業其實是滿辛苦的 你如果說就兩邊的人才的水平 像台灣跟美國來說 其實我見過很多台灣的工程師 跟美國的工程師 我覺得兩邊在實作的能力上 是相當的 實作指的就是 你如果有清楚的規範 你把它從零把產品開發出來 兩邊都做得很好 比較大的差異是 美國人比較會說 所以像在工程師的聚會 或工程師的會議 美國人是爭先恐後的舉手發言 在台灣比較不是這樣 另外一個就是創意的不同 在美國比較可以跳脫框架 去思考一些問題 這在創新創業來說 算是重要的 但是剛剛說的 沒有錢 沒有人的環境 我覺得這幾年已經改善很多 主要可能是包括像學校 開始都會有創業創新的課程 你會看到台灣 到處都是育成中心 有個笑話說育成中心 比新創團隊還多 就真的到處都是育成中心 所以其實整個環境 我覺得慢慢的有在改變 舉個例來說像在過去 10年前你如果一個新創公司 你募到了100萬美金 200萬美金 你可能就是個大新聞 但你在今天會看到 有一些新創團隊 可以募到1000萬美金 2000萬美金 才是一個新聞 所以其實整個資金的益助 我覺得也相當重要 所以對今天來說 我覺得整個環境是有變好 而且在跟美國來比 我覺得人才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因素 尤其台灣的人才工程師 CP值真的相當高 對 有這個人才CP值非常高 如果說我們從整個 台灣的創業的環境 剛剛郭董有提到說 包括錢 其實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如果我們從環境來說 這幾年你有觀察到 什麼樣的變化嗎 我覺得像過去幾年 你會覺得 我們在過去在爭彩來說好了 通常我們小公司 第一個你要爭彩 會被大公司打敗 第二個會被小公司 找到人的爸爸媽媽打敗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會說他不要他的小孩 去小公司工作 但我覺得這幾年 這種氛圍已經慢慢的扭轉了 就其實很多大學畢業生 他們是願意去新創產業投入 而且你創業變得不這麼奇怪 10年前你會說 好像找不到工作才去創業 或者找不到大公司工作 才去小公司 這幾年整個社會氛圍慢慢改變 其實大家會覺得 小公司也是不錯的選擇 我想要再比較一下說 好 我們剛看到其實美國跟大陸 都有算是非常多的獨角獸 但是他們發展的類型 好像不太一樣 像是美國就是以所謂的 共享為主 或是其實他們想像空間 是比較大一點 但是以大陸來說 好像都是以電商為主 我想要問一下 我先請教一下丁總好了 這個差異為什麼會出現 其實我先跟隨剛才郭董講的 我滿贊成的 其實台灣這幾年 尤其這兩三年 其實土壤確實不一樣 我覺得主要原因除了政府 其實滿大力推動之外 還有一點 就是台灣有一批五六十歲的天使 開始真的很樂意 可能是退休了 或者想回饋台灣本土 也看到台灣的優勢 在協助台灣的年輕人 另外就是說 其實我們也看到 這幾年獨角獸的氛圍 因為在全世界媒體報導 也對他們有一些刺激 台灣確實也出了一些可以期待的 可能包括郭董他們公司 也讓很多年輕人看到一個機會 台灣的人才確實是很特別 主要原因是什麼 美國很優秀 可是美國其實很缺乏 硬體的思維 中國大陸 甚至到現在的松果 中國大陸 柴 英國 感谢观看